濃濃黑煙不停向上竄 仔細看地點就在國道旁 另一個角度可以看到大量濃煙 遮蔽部分車道 完全看不到前方路段 很大然後那邊火就開始越燒越大 煙大到已經就是濃煙很多 然後已經飄上高速公路那邊了 車很多好像都開始在賽車了 以前有看高手的頂口 怎麼都不用 好 盲盲盲盲盲盲盲 就在週三下午一點多 國道一號南下路逐路段 突然有濃煙從國道旁竄出 大片黑煙籠罩天空 不只附近民眾看到都嚇一跳 看看國道及時路況影像 風向的關係 濃煙碗如黑龍 整個往高速公路上飄 視線不清 駕駛紛紛降速 導致車流毀堵將近5公里 現場燃燒雜草樹林 由於現場為秋冬 風向為西北風 將濃煙吹至國道 以致國道行車交通安全有受到影響 還好火勢在一小時內就撲滅 沒有人員傷亡 燃燒雜草造成空污 已經觸法 依空法最高 可以罰10萬元罰還 是不是人為因素造成火警 還要調查 3D新聞連貫志成員高雄報